王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剛才專員發言最後的部分講到公開資料守則 開明、高透明度的政府 就是達至良好管治的一個要素 這就是阿麥是女人 但這不是一個開明的政府 也不是一個高透明度的政府 有官方保密法 也沒有資訊自由流通法 剛才專員提到 你沒有資訊自由流通法 就是一個公開資料守則 然後又有諸多限制 有個副表之外 你又不可以 他告訴你哪些可以公開就公開 哪些不可以公開就不可以公開 你一般市民你怎麼知道 所以基本上你是沒有牙老虎 在這個部分 你是受到很多的濟爪 那些道理我們講了九十幾次 人民有知情權 政府有告知的義務 他有義務去告知你的 將他的施政 將他的所作所為 是要在陽光底下 這個要受法律的保障 我們沒有資訊自由流通法 但是有保密法 去保障它 那你這個公開資料守則 有什麼用呢 基本上就沒有用 所以你們 按照這個所謂守則 有些去投訴的時候 你根本是無計可施 可以這麼說 你看回你的紀錄就知道了 你有什麼辦法呢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你有沒有考慮到建議政府修改法例呢 阿村元 是 多謝王議員的提問 我們在上一個年度 我們都做了兩個主動調查報告 第一個就是公開資料制度 第二個就是檔案管理制度 在那個公開資料制度裏面 我們的主動調查 是給了十二項建議給政府的 我們都知道 政制和內地事務管理局 事務局已經落實了五項的建議 當中包括要提供渠道給決策局 還有各個部門要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還有加強宣傳等等 另外呢也都有兩個是會逐步是會落實的建議的 就是向公眾發放更多的資訊 還有是增加定期向市民提供有關的 專員我想打團你 我的問題就是 你不會 基本上你接觸了這麼多投訴 你都知道你是沒有牙老虎了 你自己都很清楚 包括那些機構那些政府部門的人 若果是內部的文件 那是吧 黨室過去 他自己都不了解那個守則 即使以現在這個守則來做基礎 政府都做不足 更何況公開資料守則是沒有用的 我告訴你 即是對提供政府的透明度 開明管治完全無效 我意思是 你會不會建議政府修改法例 或者 為這個資訊自由流通法立法 那麽簡單 就答我這個問題就可以了 是 我繼續講的 其實呢 在我的報告裏面 就有五項建議 當中呢 就是 申訴專員公署呢 就是建議 政府呢 是要考慮立法 還有呢 是要設立一個諮詢的獨立的機構 是分階段去擴大這個的守則 那麽我想講呢 在這個立法那裏呢 我們是非常之重視的 因為在很多其他國家裏面呢 其實呢 他們都是由這個公開資料守則的制度裏面 有一些的立法 那麽我們 我們 以我們所知的呢 就是 我講那個呢 不是公開資料守則的立法 或者修改這個 這個 這個現在是守則來的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法律 這個是一個 我問那個是Information Freedom Act OK 這個是不同的 那個層次高很多的 我是問你這個 你現在回答我就是 公開資料守則那裏 不要是守則了 將它立法 這個是有分別 你給專員答吧 是 或者你有沒有補充 主席 我補充少說 在去年那個報告裏面呢 我們的而是確呢 是參考了外國的例子 那麽其中呢 也是有資訊自由法的 我們認為呢 在香港的環境下呢 現在的公開資料守則 進行了這麽多年呢 我們找出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 而我們其中一個建議呢 也都是請政府考慮呢 參考外國的做法 是成立這個資訊的自由法 那麽這個建議我們是做了出來的 那麽政府現在是考慮當中的 廣告 你給我擋一見 你給我擋一見